每年神农大帝的盛城 三重仙色宫都会举办神农文化祭 今年虽然疫情的关系有了些微的调整 但是不影响防疫的天子御宴 绕境等活动仍照常举行 三重仙色宫的后殿摆起了天子四九御宴 表示一年一度的神农文化祭又来临了 今年的活动将尽力配合相关的防疫措需 还准备了防疫除惠香包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年所有的疫苹活动都暂停 只有我们举行一个绕境 这个核温息灾起伏的绕境活动 用车队然后沿途我们会发送这个香包 防疫的香包给所有的民众 虽然逢疫期间 往年的神农文化祭相关活动有些微的调整 但是庙房仍然摒持着沉浸以及感恩的心情 感谢神农大帝的庇佑又能延续传统民俗 那县色宫这边只有举行一个三县大礼 遵循古礼 为神农大帝祝寿 然后我们也请了我们的马总统 请了我们朱市长 还有我们地方首长来这个地方 来参加三县礼 然后来做县这经验官 来为神农大帝来祝寿 县色宫主要祭拜神农大帝 而神农大帝原本就有药神药王的称号 因此疫情爆发以来 不断的举办相关的祈福法会 祈求台湾能平安度过 记者沈重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